在咸宁通城县郡水镇湘汉路段 市民杜志军在道路上正常行驶 突然迎面驶来一辆黑色汽车 挂蹭其他车辆后 撞向杜志军驾驶的白色车辆 此时黑色汽车仍在加大油门 由于地处闹市区行人众多 处置不当 失控的车辆就会冲向十字路口 后果不堪设想 杜志军一边让人报警 一边寻找处置险情的时机 我突然和这个同事路过 我就叫他马上去把黑色汽车 汽车之后我就下车 去把门打开 看见那个司机 手出筋 这次头往一边弯着 后来直流口水 后来我就叫那个好心的路旁 帮着一起把他抬下来 送到救护车上面 随后 发病司机被送往附近医院 因救治及时 目前已脱离危险 黑色就一直抵着他 就没有让他乱跑 大家都让他让一让 待会爆炸了 然后他还是抵着他 我感觉那个也还是蛮勇敢的 感谢您的今天就是 感谢您的心窗 感谢您的心窗 您对确实